厌阳高照 天气炎热 现在进入到夏季 也是许多爬虫类动物出没平凡的时期 尤其是蛇类 虽然不少民众相当恐惧的动物 为了避免蛇类靠近住家 有民众会定期清除家中附近杂草 或是养猫 狗 鹅等有领地一式的动物 减少蛇类靠近 家里是周围有潮 然后有些杂草都要清除 要不然再来的话就是 饿养猫 狗 或是一些 蛇会比较怕的 像蛇之类的 那个蛇都会怕 这样子来做一个繁殖 减少这个蛇的进入 大午相卫生所 近南回县紧急医疗招呼中心表示 平均每年至少有五六件 被蛇咬伤的案件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已有三例 为了提供民众若遭毒蛇咬伤 有足够血清治疗 目前已完整备妥 常见的六大毒蛇四种血清 谁愿意被蛇咬 也希望说尽量不要跑太远 万一是比较严重的 太远了会不会到达也不知道 先前其实都有毒蛇咬伤的案例 所以在大午卫生所也有被四种血清 刺猬青竹是跟龟壳花的血清 一种是泛石清跟预算机的血清 还有就是百步蛇及锁链蛇的血清 大午卫生所主任表示 若不慎遭毒蛇咬伤 一定要记住或是用影像记录 撕被哪一种毒蛇攻击 并尽数就医 方便就医后施打正确的血清 原市新闻物举台中大午达人采访报道